EXC50150H是一台高速加重型悬切机 可以悬切软硬木头 这台机器重量约7吨 功率大 总功率近50千瓦 全部电机变频调速更省电 运行速度快最快120米每分钟 悬切液体稳定性强 木皮均匀度好 误差在0.05毫米 本机有配置高 功能权 运行稳定 故障率低等特点 更多关于本机器配置与技术问题 可以与我联系 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使用这台机器 首先安装准备 先大体确认一下机器在运输中 是否有损坏的地方 如果有请联系PeterGong 及时更换损坏部件 我们再检查一下液体部分 所有减速机需要确认是否需要加入新的油液 液压上刀系统油箱检查并加注液压油 自动加油机加入机油 链条齿轮部分可以涂抹工业黄油或者机油 检查电线两端是否连接正常 检查电机端电线端子连接 检查控制箱端电线端子 接入空气压缩机器管 检查压皮和导轴气缸升起 一切准备就绪后 打开总开关电源 通电后 启动滚筒检查滚筒转向是否正常 单双滚逆时针转为正常 本机器单双滚由四个电机带动 传皮带 交滚筒 如果显示部分转向不正确 可以通过调整电机三箱电线更改相位 确保滚筒转向正常 测量方法 用拐齿接触双滚上的三点 测量左右两侧的刀膏 如果发现不一致 就要调节刀片下面的螺栓 刀膏调节完成 将单双滚的距离调整到一个拳头的大小 从塞尺上找到1.7毫米的厚度 放入刀缝开始测量 如果不合适就要通过调节两侧的螺栓来控制刀缝大小 先将两侧的螺栓全部松开 然后去松后面抵在机体上的小螺栓 最后松开旁边的大螺栓调节两侧的螺母控制刀缝大小 用塞尺侧量两侧刀缝出现发色的感觉 说明刀缝调节合适 调节完成后 先紧固两侧的螺栓 再去紧固底在机体的小螺栓 最后拧紧大螺栓上的丝母 一定要拧紧 将单双滚盒上 夹着拐齿侧量刀坡 正常刀坡 刀坡与拐齿紧密贴合 刀坡小了 上面有缝隙阴魔刀加大刀坡 刀坡大了 下面有缝隙阴魔刀缩小刀坡 靠这个 闯关杀为靠切 然后慢慢把刀 把机器开过来 看刀先边和这个拐齿 是上边闪风下边闪风 最好用的话就是上下都不染风 是最合适的 就是刀和轨子是平衡的 有10米顶的时候 它是在顶部的 哪个 你这个车的啊 上下 你看我刚才看一看这个上下 在这个上下就是有没有靠着 我弄的时候我得靠出来 就不能动了 不能动了 不能动 然后这样 往前点动了 这样吧 点动 你这靠嘴瞧看这个刀和这个 和这个尺子 靠上了之后 靠了之后它不就向前站了 看是上边闪风下边闪风 从中这边闪躁 上下都不染风 从内岛倒了 去 读取竖直单位精确到毫米 脱铁开口两边不养的 那么就把这个芝池 把芝池塞到上面中间 其中另一头呢 这样顶着刀剪 另一头这样顶着刀剪 然后有难的这个外齿 可以这样立着 这个芝池呢 不要出现这种现象 这种现象的话就 它卸的量就不准了 就这样两边都烤焰 然后咱一烤 咱看这个外齿的厚 靠近伤鬼这个面 这是230 230的量的准备 量度量的款度比较都一致 而且这个机器都是千身的量 别好退的量 咱们的机器是 你不要让你机器退的开口多大 千身的收量和好退的收量 它又退了一个误差 因为四缸和四缸之间的间隙 它是不一样的 那你凉了这个 如果说出现那个 这边不一致 两边不一致 怎么强 它可以 收到 先收到 先收到 好 这个需要你这个手动按多长时间 那个 这个像干活的时候就打 打的东西 就打的东西 你刚才就是 让它紧到的时候 需要紧多长时间 那个不用 那是吧 这个有动东西 你看 我这是 现在送到 好 看向 看现象 看现象 到只要全速就行了 嗯 然后顶到的时候 顶到的时候 你看这个 这个这个价值表 只要达到 达到那个 高点 不动就行了 嗯 你甲到 你刚刚这价的时候是没动啊 好 上来吧 行了 打高点了 这样行吧 只要到高点不动就行了 嗯 就说没下来应该到 然后上高点 高点不动之后 他这个这个黑针 黑针就达到这个 是吧 嗯 压了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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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厚度调节 厚度如果不一致 按这个 实际厚度 这个 1.8 Enter 这个 这个 宽度 宽度 11宽度 612 Enter 反回 反回 可以 好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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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二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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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